各位朋友大家好 8月12號香港時間8月12號下午4點鐘 香港航管局突然宣布取消所有進出香港的航班 這是一個大動作這個消息一出來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 大家都在擔心這是不是中共要對香港進行大鎮壓的 一個前兆一個信號 現在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是如火如荼 聲勢是每天都在增加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是絕對不可能袖手旁觀的 他們本來鼓吹的那個港人治港那就是一個幌子 再加上現在的香港特區政府是已經焦頭爛額了 香港特區的警隊現在筋疲力盡了 靠他們是絕對不能夠平息這場運動的 所以說中共一定會自己動手一定會有大動作 今天就想來跟大家來探討一下 中共要平息這場運動有哪一些選項 然後再跟大家推演一下從中共的這個角度 他們的利益和他們的心態的這個角度來推演一下 他們最有可能採取的是哪一些選項 那最後再來探討一下我們反對派的應對的措施 但是先來講中共將會如何決策 中共在最近他一定會做出一個決策 這是有什麼決定呢?是由北戴河會議這個因素來決定的 北戴河會議就是中共要就今後下半年 甚至是明年上半年重大的事件要做出他們自己的決策 他這個北戴河會議是有這個功能的 現在北戴河會議快開完了 而今後下半年有兩個重大的事件 他們是必須要做出決策的 第一個就是在外交方面的決策 外交方面最大的事件就是貿易戰 一定要做出決策 在內政方面最大的事情就是反送中運動 他們一定要平息要想辦法平息這場運動的 因為反送中運動不僅僅是影響到他們在香港的管制 甚至是可以危及到他們在大陸的統治 因為這個運動持續下去 那現在整個大陸的所有的人都已經知道了 香港人民在反抗一直持續下去 中共一直平息不了 那麼大陸的人民就可能受到影響 大陸的人民顏色革命就有可能爆發起來 所以說中共必須得在這次北戴河會議當中 要做出決策要拿出方案 現在可能方案已經都已經拿出來了 那也有可能正在密集的最後的討論階段 但是很快很快一定我們就能夠知道 他們是什麼樣的方案了 然後這個方案拿出來之後 他們還會還必須得迅速的實施 這是由另外一個因素決定的就是11的因素 紀念十一是中共篡政70周年的紀念日 在這個紀念日中共一定要舉辦大規模的慶典 慶祝活動包括閱兵,包括大規模群眾集會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所有的獨裁者都非常非常的喜歡閱兵 希特勒喜歡閱兵,斯大林喜歡閱兵 金家王朝的三代人都喜歡閱兵 中共的五代領導者都喜歡閱兵,為什麼呢? 閱兵就是他們向國內的民眾顯示強大武力的時候 告訴老百姓想武力反抗,門都沒有 那麼他們還喜歡搞大規模的群眾集會 支持他們的集會 這就是利用人的這個本能的從重心理 他要向群眾顯示大多數人是支持我們這個政權的 那你不支持你就是少數,少數派絕對沒有好果子吃 這就是他們舉辦群眾慶典的這個目的所在 那今年70周年一定會大規模的搞 那麼在這個時候他的維穩的力度就會空前的加強 為什麼呢?因為他不想在這個慶典的時候出現雜音 這就是好像他們在搞一個70周年的祝壽的活動 壽星就坐在這個台上 他這個時候不希望絕對不能夠容忍 底下的有一個人喊你這個老不死的怎麼還不死呢? 他不能夠引起這種場面出現 這種場面一旦出現了 這對他政權來講這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打擊 他不僅僅是顏面盡視 甚至是可能引發反抗政權的這種運動 那麼香港的這場運動 這對中共的這個十一的慶典來講 這就是一個巨大的雜音 現在全國的老百姓都知道香港在反抗 香港人在反抗 那麼這個時候全國老百姓有可能就有一部分人想來響應 所以說他必須得在十一之前把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平息下去 那麼要想十一之前平息下去 他就要盡快的動手 所以說從現在開始 一旦他們準備好了他就有可能動手 那麼現在關鍵是他動手到底是哪些選項 現在北戴河是一點消息都沒有傳出來 那我去問過我北京的朋友問過美國的台灣的朋友 大家都一點消息都沒有 這次北戴河會議保密工作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說我們現在只能來推演 只能是在理解他們的心態 理解他們利益的這個角度上來站在他們的角度來推演 到底哪些方案是他們最有可能實施的 第一個選項第一個浮現在他們腦海裡面 第一個他們本能的反應一定是一個簡單粗暴的方案 就是派軍隊進城大規模的鎮壓屠殺香港的反對派 這個選項這是由他們嗜血的基因決定的 這是他們的本能的反應 因為他們的父輩就是殺人犯 他們長期在殺人犯的教導和熏陶之下 自然的也有了殺人犯的那些心理面對著民眾的反抗的時候 面對民眾要求自由的呼聲的時候 他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用武力進行增壓,進行屠殺 但是大家也必須得注意到 中共現在它也是一個利益集團 它不是像薩達姆、卡扎菲那種這種純瘋子式的 這種獨裁者,它是一個精心算計的利益集團 他們在海外在國內都有龐大的利益 不僅僅有經濟上的政治上的利益 而且還有經濟上的利益 為了維護這些利益,他們就必須得精心的算計 每一步的這個步驟 現在我們來看解放軍進城之後 會發生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會有些什麼樣的結果 這些結果是不是他們願意承受 是不是他們能夠承受的 軍隊進城之後大家推想一下 香港人民是不是就此會扶手稱臣,放棄抵抗 我覺得絕對不會 從89年北京市民反抗軍隊進城的激烈程度來看 香港人民絕對不會 我當年是在89年是在北京 是在反抗最激烈的木須地這個地方 當年我親眼目睹了,親身經歷了 北京人民反抗軍隊的那種激烈的程度 那是相當相當的動人心魄 當年北京的幾十萬市民是在長安街的兩邊 是用自己的肉體,用自己的生命去堵軍車 去阻擋軍隊進城的 那麼在香港老百姓 他們比北京的老百姓的反抗精神只會更強 不會更弱 尤其是香港現在的這批年輕人 這是第一點,人民一定會激烈反抗 那麼第二點是香港的這個城市地貌 更有利於香港人民反抗 軍隊進城可能不會那麼順利,不會像北京那麼順利 北京是長安街,寬闊無比 軍隊進城老百姓很難在這個開闊的地帶阻擋軍隊 但是香港街道非常的窄 在街上很容易把普通的軍車、裝甲車給堵住 甚至是坦克車要想持續的往前推進,有一定的困難 第二個就是街道兩邊的高樓大廈林立 在這兩邊的高樓大廈上面 像街道中間的軍隊用汽油彈 用石塊,用磚頭 或者用其他的武器進行進攻 可能這個效果更加的顯著 當然了,最後軍隊 我們必須得承認軍隊它是有武力上的優勢 他們一定能夠最後能夠控制住香港 只要它的數量足夠的話一定能夠控制住香港 但是在控制的這個過程中 他們會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香港人民也會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這會形成一個什麼樣的後果呢? 這就是會形成在鎮壓香港 他們所付出的代價 香港人民所付出的代價 要比當年八九年的六四屠殺還要更加的慘烈 這就會引起國際上更廣泛的關注 國際上任何有正義感的這些國家 這些政府這些政黨這些人民 都一定會對中共群起而攻之 就一定會把中共標記為反人類的犯罪集團 就一定會在經濟上對中共進行全面的制裁 這樣中共在海外的過去幾十年在海外 轉移到海外的龐大的這些財富就會喪失殆盡 同時也會在政治上、經濟上圍堵中共 讓中共現在的經濟體系瞬間的就崩潰 因為現在中共經濟體系是國際全球化的一部分 如果是它喪失了海外的這些市場 那麼它喪失了30%的 立即就喪失了30%的這個經濟發展的這個份額 這個時候經濟整體就會崩潰 這個時候中共經濟崩潰了之後 老百姓的生存這個難以為繼 這個時候他們也會群起而反抗 同時當中共他們這些大家族喪失了在海外 有上市海外巨額財富的這種危險的時候 他們也會加緊的密謀在上層來展開政變和兵變 所以說上層和下層同時就來反對現在執政的這個習近平政權 那麼這個政權要想過這一關 要想生存下去,那就是難上加難 所以說考慮到這一點 習近平採取這個步驟的這個可能性 就是派軍隊進城的可能性是非常的小 絕對不是不存在 因為習近平這樣考慮到他們自己的智商 如果是習近平這個時候他整個的這個班子 現在智商本來就不高,現在又急劇的下降 又在這個緊急的形勢之下,徹底的上市的判斷率 他有可能做出這種舉動,但是這種可能性比較小 他做這個舉動,對他來講就是迅速的死亡 這就是速死,這是對習近平來講,這是下策 可能性最小,不是一點都沒有 第二個選項就是徹底讓步,對反對派徹底讓步 同意反對派提出的五大訴求,那做到這一點之後 那就說明習近平徹底的失去了對香港的控制權 失去了對香港的管制的能力 因為一旦他同意了雙普選之後 那麼這個特首普選了之後 這個立法院議員普選了之後 民主派一定是大勝,大獲全勝 那麼香港就變成了一個民主的堡壘 那麼這些民主派的人士 當他們在香港鞏固了自己的基地之後 他一定不會說是就此這個畫地為牢 那井水不放河水,因為大家都知道 只要中共還在,香港的民主制度 永遠是在危險之中 所以說一定會有一部分人公開的或者是暗地裡面的 要向大陸去發展,要向大陸去推動民主運動 推動大陸的民變,這個對中共是非常不利的 那對中共更不利的是,習近平如果是讓步了 是徹底的投降了,那麼他在黨內的聲望就會一落千丈 中共黨內他們是崇拜強人政治的 那一旦你向對手,向敵人示弱了 那麼這個人他在黨內的地位,在黨內的威望就會喪失殆盡 這個時候就會有很多人就會來開始攻擊他 黨內的什麼民主生活會啊,什麼各種各樣的這些正式的會議上面 就會不斷的有人公開的在嘲笑他,來批評他 這個時候習近平他在黨內的地位不保 隨時都有可能被人推翻 當然了這個過程可能會長一點,不會像派解放軍進程這個方案一樣 迅速的會引起這個政權的倒台,他會時間長一點 但是呢兩年之內習近平可能就有這個政權倒台的危機 習近平個人也有可能下台的危機,這是這個選項 所以說習近平實施這個選項的可能性也是非常的小 第三個選項就是妥協,就是承認一部分反對派所提出的訴求 而拒絕另外一部分訴求,哪些訴求可以承認呢? 比如說撤銷送中條例,比如說撤銷林鄭月娥的特首職務 成立獨立的調查機構調查那些高官應付的責任 釋放被捕的市民,撤銷對他們的控罪,這些條件中共都是可以承受的 還有一個條件中共是一定要拒絕的,那就是要拒絕香港市民提出的 雙普選的要求,剛才已經說了一旦雙普選,香港就會變成一個 民主的堡壘,這是中共不願意的 那麼他這麼一妥協最後有什麼結果呢?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種就是大部分人他們會見好就收 大部分人是反對派運動裡面,他們是中間派,是溫和派 他們一旦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之後 就覺得我們現在可以暫時緩一緩了 現在情況不是那麼激烈了 那麼這麼一緩呢,反對派的這個力量就消減了 這個時候對中共有利,這是一種可能性 那麼還有一種可能性呢,就是有一部分人呢 他覺得應當,見好就上 他把這個階段性的成果滾固下來之後 他進一步的得攏忘俗 這個時候他們就繼續要求雙普選 既然我們有能力逼迫敵人,答應了我們這麼多的要求 那麼我們為什麼不把這個力量滾固一下 繼續擴大呢?繼續擴大戰果呢? 那中共他會相信哪一種可能性呢? 從他們的這個邏輯裡面他們會更相信後一種 就是這個香港反對派會見好就上 繼續擴大戰果這種可能性 那鄧小平在89年的時候 他這個邏輯表達的非常的清楚 中共的邏輯他表達的非常的清楚 他說我們不能夠讓步 我們只要讓一步,今後就會步步讓 最後讓到最後我們政權就沒了 這就是他當年要鎮壓89民運的一個基本的邏輯 那麼現在這個邏輯也是被中共的這些執政者所繼承下來的 所以他們採取這第三個選項的這種可能性 也是比較小,也是比較小的 第四個選項就是用大陸的警察來鎮壓香港的反對派運動 現在香港的警察是已經精疲力盡了 而且他們的人數也不足夠多 他們沒有辦法平息這場運動 但是如果是中共派遣大量的大陸的武警防暴警察進入香港 比如說五萬十萬甚至十幾萬大陸警察進入香港 和香港的警察部隊進行混合編制 有一個香港警察帶領五個十個甚至十幾個大陸警察到街頭去執行任務 那麼這個時候香港的警力就會衝五倍十倍的迅速的增長 這個時候他們就有能力在街頭對香港的這個反對派運動進行鎮壓 那麼鎮壓到最後有沒有效果這要看雙方的博弈了 但是現在他們是有這種可能性了有這種能力了來進行這場博弈了 香港的反對派主要分為三大板塊 第一大板塊我們可以稱之為和理非派和平理性非暴力派 這批人是香港反對派的主流 我們看見的那些大型的抗爭活動 那百萬人兩百萬人的遊行示威主要就是由這一批人組成的 這批人這批香港民眾他們是要求民主的 他們是反對送中條例的 他們是對林鄭月娥和親中派的政客是非常厭惡的 想把他們撤職的但是這批人他們只願意在法律的範圍內進行活動 那法律不允許的他們就不幹了 那還有就是他們不願意採取任何暴力行動 他們是非暴力的那這是第一個主流派和理非派 那麼第二個板塊就是公民抗命派 這批人他們是願意觸犯法律的 只要這個法律是非正義的是惡法 而且他們也願意為觸犯惡法去坐牢 這批人雖然人數不如主流派多 但是他們是抗爭運動的核心人物 在2014年的時候甚至在之前的很多次運動當中 他們就已經體現出了他們的這種領導地位領導才能 這是一批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那麼第三個板塊就是以年輕人為主的勇武派 那麼這批人他們不僅僅願意觸犯惡法 不僅僅願意去坐牢為了觸犯惡法去坐牢 而且他們還不但於運用各種手段 包括武力的手段來反抗這個專制政權 所以這批人是現在這場運動當中的急先鋒 是先鋒部隊我們看見的衝擊立法院的 向警察扔石頭的、扔汽油彈的和警察產生正面衝撞的 大部分就是這種人 那麼面對著反對派這三大板塊 中共會採取三種策略來不同的對待他們 第一個對合理非派那就是運用堵截的策略 你每一次遊行、示威、集會都不同意 這個時候你們要想守法你就不能夠上街了 這是對合理非派採取堵截的辦法 那麼對於公民抗命派他採取控制的辦法 因為畢竟這批人不如合理非派那麼多 那麼這個時候如果緊力足夠大是足夠可以控制他們的 不讓他們上街你願意去違法不行 我不讓你違法我堵在你門口 在大陸很多地方就是這麼幹的 那麼對於這個勇武派怎麼辦呢 這一派他們就要採取抓捕的方法 那批少數的這些極勇敢的用暴力用武力 來反抗暴政的這一批人 他們就把他們抓捕歸案 這在大陸也是屢見不鮮的 用這種辦法他用這三種不同的策略 只要他們有足夠的警力 他是可以實施這三種不同的策略的 那用這一套方案來鎮壓香港反送中運動 對中共來講這是代價最小負面效果最少的一種方法 所以是最有可能實施的一種方法 如果是他們不公開的宣布戒嚴 那麼他們基本上表面上都不會破壞這個一國兩制的假象 而且他們也不需要大規模的進行屠殺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他不會引起國際社會的巨大的反彈 所以說這個對他們來講壓力最小 如果是他們公開宣布戒嚴了 那麼會引起一定程度的反彈 但是這個反彈相對於中共對香港進行大規模的屠殺 這種情況這個反彈會小得多 所以說中共是極有可能採取這種方法 秘密的派出大量的警察進入香港 協助香港警察進行維穩 是這種情況是最有可能的 而且這種情況之中最有可能的是不公開宣布戒嚴 那上一次郭文貴說8月4號到8月6號中共要宣布戒嚴 我當場就駁斥他了我說這是造謠 但是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中共會永遠不可能完全排除 今後也排除戒嚴的這種可能性 因為政治是一個互動的遊戲 那是雙方之間的互相的攻防 現在的這個整個戰場的這個形式變化了 他這個雙方的策略也就會有變化 所有的這些選項都是在考慮之中 我只是說在那個時間在那個地點 中共不可能宣布戒嚴 現在不是說完全沒這種可能性 雖然可能性還是很小 那這個方案是最符合中共心態的 也是最符合中共利益的 也是中共最有可能實施的 那中共為了實施這些方案 可能已經早就做出了一些演練了一些演習了 比如說在6月份的時候 6月中旬的時候中共就已經派出了一部分的警察 秘密的進入香港和香港的警察聯手在街頭進行鎮壓行動了 那還有就是廣東前幾天 這個舉行了大規模的警察的試施的活動 據說有幾萬到十幾萬的警察集中在深圳的進行了試施 這是為什麼呢 這也有可能就是為這次行動再做一些準備 還有呢就是現在的這個機場航班突然取消 是不是在最近近期就有可能採取行動呢 這也是極有可能的 那從上面的這個分析我們已經知道了 中共他們是想在十一之前盡快的平息這場運動 所以說他們會盡快的出手一定會出手 他們會在8月中旬8月下旬最次不會超過9月上旬就會動手 他們不會等到十一那個臨近那個十一的光口才動手 一定會提前動手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會怎麼辦 政治啊它是一個雙方力量的博弈 在博弈之前我們一定要知道對方會怎麼出手 知道了對方怎麼出手我們就一定會找到應對的方法 每一套方案鎮壓的方案都有一套應對的辦法 那現在呢我們也可以從香港的 中共肯對香港三個反對派三個陣營之間採取不同的策略 我們也可以採取不同的反制措施 比如說中共對香港的這個主流派合理非派 他們採取的是堵截的政策 不讓你這個遊行示威的申請通過 讓你的這個遊行示威變成違法的 那麼大部分人就不會去了 那麼針對這種方法我們會採取什麼樣的策略呢 那我跟大家過去曾經多次建議過 南美洲當年風行一時的敲鍋造勢法 這就是最符合香港在大規模的這個中共警察進程 甚至是軍隊進程之後說採取的一個辦法 那就是哪怕是你把街道完全都封住了完全都佔領了 老百姓沒辦法上街了 但是老百姓還是有辦法從自己的家裡面 大家形成一股合力 雖然每個人都在家裡面 但是大家可以形成一股合力 怎麼樣形成呢?就是每個人在自己的家 這個窗戶邊上在同一個時間敲鍋 把自己的鍋岸瓢盆拿出來敲 造成整個城市這個鍋聲震天響 所以說大家不上街就能形成一股氣勢 不上街就能連成一股力量 讓反對派知道民意不可為民心不可欺 那這種方法就會造成敵人的這個對手的 這個軍心的患散那這種方法就可以 永遠的持續下去直到這個政權垮台 這種方法對反對派來講 基本上沒有消耗沒有付出代價 但是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那種聲勢 表現出來的那種決心 那對敵人來講那是足以讓對手擋含的一種方法 這是對於主流派的一種方法 當然大家還可以創造出更多的抗爭的手法 比如說三罷,罷工罷課罷事 跟敲鍋造勢法起來可以互相的配合著運用 但是不能常用 因為我知道香港人大家都是非常理性的這種市民 大家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利益的 如果是罷工的時間太長,罷市的時間太長 那對於中共的當然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對於港府當然有一定的程度的影響 但是對我們自己的傷害也是非常大的 很多人是不願意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超過造勢法幾乎是沒有成本的辦法 所以說大家一定要參考 那麼第二個就是勇武派和抗命派 這個時候中共要來抓捕你們,要來圍堵你們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大家就在合法的範圍之內 我們就不上街了,我不跟你警察 不跟你軍隊展開正面的衝突了 這個時候大量的人我們退回到自己家裡面 在互聯網上面來做事情 大家要知道中共的弱點在哪裡 知道它的弱點了,知道它的強大了 那我們就必時計虛 你不是軍隊很強大,你不是武警很多嗎? 我們不跟你這裡面衝撞,我們打擊你那個弱點 中國的弱點在哪裡呢? 在他們在國內非常的不得民心 現在中國的國內的民怨正在高漲 那麼這個時候民怨缺的就是有人去點火 我們香港人這麼多的勇武派,這麼多的抗命派 大家都跟國內有某種形式的聯繫 香港還有反對派的這些電台電視台 公開的秘密的地下的,大家都一起動員起來 在互聯網上面有這麼多的群組 大家一起動員起來,每個人都註冊個微信 每個人都用自己手機上的AirDrop那些功能 向國內傳遞信息 這個時候傳遞信息不僅僅是告訴香港的情況 更重要的是鼓動國內的人民同時起來抗爭 今年十一就是一個很好的抗爭機會 現在國內有很多人是想走上街頭進行抗爭的 但是因為大家聯繫不起來,沒有辦法一起行動 而單個的行動又缺乏衝擊力,最後被鎮壓下去 所以說現在國內起不來,不是因為民意不到 而是因為聯絡不夠,是因為動員的力度不夠 大家不能夠形成同時行動,不能形成共振效應 那麼這次十一我們就要抓住這個機會 讓十一變成一個中國的各個階層的這些抗爭力量 進行共振的這樣的一個時間 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頻率上面大家一起行動 就會產生強大的衝擊力 而香港的反對派是有這個能力的 現在我們有幾萬人甚至幾十萬人 我們把這些人動員起來,面對大陸 尤其是面對南方這幾個省,尤其是面對廣東省 我們來進行動員,那麼一旦動員成功了 香港的人民的抗爭就不再孤單了 那麼這個時候也是一個動員的好時候 大家想一想,中共如果是派警察進入香港 他們會最多的是從哪個省抽調一定是從廣東省 因為廣東省的警察他們聽得懂廣東話 他可以和香港的警察進行交流 可以在香港執行任務 當然他們也可以派一部分從其他的省調過來的 湖南像福建、江西從這些省調一部分過來 但是絕大部分一定是從廣東調過來的 這個時候廣東警察集中到香港了 那麼廣東本身的這個堇就空虛了 而廣東的又是一個民怨特別高漲的地方 廣東的又是一個老百姓各地的老百姓 各地的移民聚集的地方 是一個反抗性比較強的地方 而廣東的這個官場呢 又是不太聽話不太聽命於習近平的這麼一個地方 所以說這個時候大家運用自己的和廣東話的 廣東人的語言上的這種溝通的能力把它運用起來 在廣東大規模的動員民變,廣東一起來 那麼整個全國就會受到波及,就會受到影響 這個時候我們解決的不僅僅是香港的問題 也是解決的中國的問題 我們打倒的不僅僅是香港的林鄭月娥的小政權 而且我們打倒的、拖垮的是中共在整個中國的政權 那麼我們香港的民主運動,那就成了中國民主革命的一個起點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一起來努力 今年10月1號,這是中共的一個重要的日子 也是我們推翻中共的,取得民主的一個重要的日子 大家一起來努力,共同勉勵 謝謝大家,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再見!